走進仁愛鄉卡杜部落 道路兩旁農地幾乎都種植一大片茂密的檳榔樹 過去檳榔產業價格還不錯 一分地包給檳榔業者起碼有七萬塊價格 但現在一年不到三萬 卡杜部落布農族人也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砍掉檳榔樹 有的老早就砍掉了 現在就改種菜 有一些都砍掉了啦 有一些拿來種菜啦 剩下幾分地還跟人家 還有跟人家有契約在啦 有契約在啊 等那個契約過了再砍 現在檳榔也是價錢不好啊 所以說全部都拿掉 我的五六分全部拿掉 很多什麼得到口上癌啦 也是對身體不好啊 所以說我們慢慢改進要改行這樣 除了檳榔價格越來越不好之外 加上檳榔樹要常常噴灑農藥 農藥污染危害健康跟土地 族人也非常擔憂 加上檳榔樹很高 農藥又要往樹頭灑 農藥隨著風勢飄散 無形中被人體吸入 也會影響到其他農作物 造成部落想要推動有機產業 連帶也會受到影響 但看不見的農藥污染 也是族人陸續放棄種植檳榔樹的原因之一 噴農藥冰藥的話我們這個就跟他講說不要 我們在宰收的時候不要給他 先不要給他宰收不要給他噴啦 噴冷高嘛那個風一吹的話就會影響 所以也是會擔心說對人體的健康有傷害 也會啦也會啦 現在中正村許多族人砍掉 檳榔樹尋求農業轉型 改種其他對環境跟人體影響較小的農作物 但族人非常期盼能夠有相關單位支持他們走過這段農業轉型時期 讓他們更有心心將檳榔樹砍掉之外 也能夠在轉型過程中更清楚未來需要種植怎樣的產業 可以讓他們維持家庭穩定生計 記者No 南投人矮採訪報導